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動物星球 我是新鵝 第一次嘗試拍攝影片 主要是想要與大家分享龍貓的專業知識 之後會以食 住 行 育 樂 做更詳細的影片介紹 也會與大家分享有關自己養寵物的一些小知識 還有經驗 因為小時候呢我爸媽很常帶我跟妹妹去山上走走 像是釣釣魚啦 抓抓昆蟲 所以對自然界的動物與植物都非常有興趣 大家應該都知道龍貓是住在南美洲山上的隸屬 台灣呢在2019年的時候才開放合法飼養龍貓 在台灣還沒有開放飼養龍貓的時候 我對龍貓非常的憧憬 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可愛了 所以在網路上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甚至有衝動想要直接從日本或者是香港 去飼養他們 那為什麼台灣之前不能夠合法飼養龍貓呢 台灣的氣候非常的炎熱 又濕又悶 那這樣子的天氣呢 會導致龍貓生病 毛髮糾結在一起 所以呢現在雖然是可以合法飼養龍貓 但是還是非常考驗世主的耐心以及細心 還有財力 才能夠把龍貓飼養的 健健康康漂漂亮亮 那我們就來教大家如何賺進人生的第一桶金吧 喂不是啦 有請我們家的小寶貝們 紫米粥 是米色的短毛龍貓 體重500克 年紀是一歲半 大概是去年五月多的時候接回家的 是在他五六個月大的時候開始養 那他個性呢非常敏感怕生 但是非常非常的貪吃 是個實實在在的小吃貨 只要有食物的誘惑呢就可以任你摸 捷克是粉白色的龍貓 體重是500克 他是年紀大概是兩歲半左右 個性呢是看到母龍貓就會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特別特別的不喜歡被別人摸 因為他之前是在寵物店一樣的嘛 寵物店的人就會一直去抓他 那他大概是一歲半的時候才到我們家 所以如果你特別去抓他 那他會非常沒有安全感 當他看到非常想要吃的食物呢 他就會想要用撒嬌眼神眼巴巴的看著你 那一步步 標準灰色的龍貓 體重呢是420克 也是最輕的一隻龍貓 年紀跟捷克差不多是兩歲半 是這三隻龍貓裡面 第一隻來到我們家裡的龍貓 所以他個性非常的霸躁 是佳麟的女王 也是被寵壞的小公主 特別不喜歡吃草 然後非常喜歡出來玩 來到新鮮的地方呢都會各種探索 也與人類非常的親近喔 最後 新鵝還有養 邊木 天竹鼠 兔子 手工 草原巨蟹蜜帶物 還有鴨子 真的好多好多的動物 所以往後有其他的動物 會與大家相見喔 大家可以留言敲碗告訴我們 想看的動物或是主題 或者可以猜一猜 接著是哪一隻動物 來與大家相見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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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啊 miteinander 進去